騎車到了十字路口 卻發現怎麼有亮聲色轎車擋在這裡 騎士立刻敲打車窗 只看見車窗慢慢下降 騎士發問 大哥 騎車停等區 駕駛搖下車窗後 立刻說了兩次抱歉 但仔細看 這個人不就是台北市議員王世堅嗎 21號晚間 王世堅在現場違規 正好就在中山分局斜對面 事後有民眾將這段影片上傳檢舉 轄區分局收到後 認定議員占用機車停等區 事實明確將開罰 但滑手機不明顯占不開罰 碰一下就亮起來 那你敲打我車窗 我拿一下手機 我怕萬一是搶匪嗎 是要攻擊我嗎 那我總可以報案吧 所以這個是智障行動 這沒有任何遊戲可以玩 王世堅坦誠錯了被開罰 他面對否認完手機 畢竟這支手機不是智慧型 沒辦法滑 強調當天是在自己的選區 因為助理忙其他的事 所以才會自己開車拜訪朋友 公眾人物一舉一動受到檢視 王世堅受訪時的語氣 不像在議會質詢時那麼犀利激動 畢竟這回被人野生捕捉 可是違規的事 但不免也要抱怨幾句 我們自己人不需要用錄影監視的方式 互相檢舉 第一位選擇陳盛文 鄭盛惠 韓上倫 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